朋友送我这水晶虾在店里养了半个月了 基本上都没管过它 因为虾太小也不知道有没有死的 今天做一个人口普查吧 弄个小隔离盒 然后把虾捞进去 拍张照片应该就能数得清了 通过我认真严谨的统计之后 发现原本20只虾还剩19只 嗯也还行 毕竟第一次养这个虾 照顾不周有所损耗也算正常的吧 非要弄鹤根和ADA的话 感觉也没什么必要啊 主要咱也不是专业养殖和繁殖水晶虾的 能给他们口饭吃就不错了 今天特地给他们准备了封年虾大餐 你看这围城一圈吃得多开心啊 对这些小虾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高期望 能够顺利脱壳长大就行了 也不指望你们给我繁殖 报纲的重任就交给昨天那窝黄金米虾了